香港爆发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 和之前的两波疫情相比 这一次的情况究竟有多严重 来看结构新闻 欢迎收看结构新闻 1月底香港发现第一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2月初宣布封关 近半年之后却遭遇了第三波疫情 我们来从数据当中划重点 先来看一看第二波疫情的曲线图 从3月8号开始新增个案增加 3月19号单日新增个案已经达到了顶峰 一直到4月中才清零 这样看下来 整个第二波疫情爆发前后 持续了一个月的时间 简单从数据上推算 第三波疫情也会在一个月之后 也就是8月中的时候结束吗 有专家说这样的推算很难成立 因为两次疫情的确诊病例的来源差别大 下面的图表当中 蓝色的部分代表输入病例 红色和橙色是本地个案 明显的不同是 第二波疫情超过一半是境外输入 而第三波疫情更加的严重 因为新增病例大部分是本地确诊 一半的本地个案已经找不到感染的源头 再来看一看港府的防疫措施 有专家表示 之前香港的防疫出现了三大漏洞 没有严防境外输入 居家隔离漏洞 还有核酸检测不到位 新一轮的防疫措施能不能将这些漏洞堵上呢 从境外输入来看 现在境外到港人士都必须统一地接受病毒检测 根据到港前的地区划分等级 不过只有到过某些地区的人士才必须集中隔离观察 部分人士自行居家隔离 他们流入各个社区造成隐患 在豁免检疫方面 特区政府认为豁免强制检疫属于必要的措施 对于豁免人士是疫情的源头的说法 政府澄清 属于误解 再来看一看如何切断本地的传播链 特区政府将这方面的措施调整到了更加严格的级别 另外香港正在努力地提高每天的病毒检测的数量 并且已经和内地机构合作提升检测能力 从1月疫情爆发以来 每天的核酸检测数量就一直偏低 比如说3月平均每天检测数只有大约2200个 翻查卫生署的资料 6月份的检测总数接近11万 也就是说平均每天只有不到4000个 根据特区政府公布的最新的数据 现在每天检测量已经达到1.3万 未来的目标是超过2万 针对前两波的疫情 香港的应对措施曾经受到国际专家的肯定 但是这第三波疫情让专家们困惑 更让市民紧张 公立医院人手不足 市民出现了抗疫疲劳 新一波疫情考验着抗疫模范城市 香港 承担公共交通工具或中模公用设施后 要用简液和清水或酒精初手液清洁伤手 减少社交接触 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 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这个是疫情 观察 £